正常来讲兄弟们 这种超过十年车龄或者是年限比较长的这种车 公里数不应该五万公里 很多人说买一个轮椅 十年过去了也得差不多这个里程数 兄弟们 今天来两台好东西呀 给你们看看啊 我身后这个宝马X5 这玩很多人说修不起 然后买得起修不起 但是呢 我身后这台它不一样 一二年上爬 玫瑰版的 方盘特别特别重 但是呢 这台车就开了五万公里 你们想想一台十年车龄的车 平均一年就开五千公里 不止有这台 它身后还有一台 丰田皇冠 十三代的皇冠 一一年上爬 十一年车龄 它也开了五万公里 也是一年四千多公里 接近五千公里一个里程 今天给你们先拍 宝马X5再给你们明天安排这个丰田皇冠 来吧 兄弟们 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一台 宝马X5 这台车平行进口版的 玫瑰版 当时落地应该也就是在八十左右 在14年的时候 清扣的时候 这台车最便宜应该是五十多 落地六十多 但你要是在一二年的时候安排一台 估计要八十左右 兄弟们 然后这台呢 它不是高配 它是一个低配的 所以说啊 它这台车的方向盘 它是机械助力 它不是电子的 所以非常非常沉 你如果说啊 早上没吃饭 打这个方向盘特别的费劲 明白吧 所以说这台车方向盘磨损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趟就是打方向盘柔的 吐鲁皮了 这就是五万公里的宝马X5 正常来讲的话 兄弟们 一台车你要是方向盘这个磨损度 基本上要过了十五万公里了 但是呢 因为这台车方向盘重 方向盘的磨损 它就严重一些 给你们看一下公里数 现在呢 这台车公里数是五万三千多公里 然后可能随着这台车在我手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它的公里数也会越来越大 这台车 兄弟们还是那句话啊 除了方向盘沉 咋开咋得劲 咋开咋舒服 真的就是满满又登登 正常来讲 兄弟们 这种超过十年车龄或者是年限比较长的这种车 公里数不应该五万公里 很多人说买一个轮椅十年过去了 也得差不多这个里程数 然后我们二手车贩子如何去验证这台车的十几个公里数呢 首先参考它的维修保养记录 看看它记录里边全部过程到底是不是全 这台车就特别全 全程记录到21年就是去年 然后呢 除了自爱店的记录可以去验证它这个公里数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变速箱的里程 宝马的话要读取变速箱 奔驰的话要读取它的点火开关的里程数 每台车每个车型它读取的地方关键点都不一样 很多人说变速箱里程它就是实表吗 其实并不然 如果换一个变速箱电脑再把它的网关全部拆下来改变 通过技术手段 这台车的变速箱里程它也可以更啊 但是这台车塞电全程记录 虽然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再加上我们丰富的经验 最近这几个月我收这种公里数比较少的老豪车也好 还有年限长公里数少的这种普通车也好 特别特别多 所以我们累积了不少的经验 所以保时表不是实表车送你这句话 我现在也是敢说的兄弟们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台车内饰的磨损的一个程度 这是主驾驶 扶手的位置 然后座椅 主驾驶座椅 宝马X45的内饰特别扛稳 十几万公里基本上也可以达到这个样子啊 兄弟们 然后它的油门踏板 其实给你们拍你们也看不懂 这个东西我们每年一看就是看上前台 二手车累积下来的经验 我们才能看得明白 然后后边的一个磨损 这是后排的座椅 光线不太好啊 兄弟们 整体一个内饰就特别的新 但再新它也就是个二手车 兄弟们 只不过呢 这台车要比同年线的公里数 特别特别少 然后还是一台一手车 然后副驾驶这个位置 打开之后你能看到更全面一些 整个一个仪表台 这是没清洗啊 兄弟们 这台车来的时候就这样 连车也没爽 我们从浙江开回来的 副驾驶的座椅 细节 这个皮子纹路是不是挺好 细节停留一下 这台车确实行 但是兄弟们 再新它也是一个二手车 只不过就是一台二手车 比较新的一台二手车 所以吧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公里数少的车 以一个非常贵的价格卖出去 没错啊 我也是一个这种车贩子 没有办法 我们收的时候 你想想 十几二十万公里的车 我收 跟五六万公里的车 我收 它能是一个价吗 它也不是一个价 正常来讲兄弟们 这种啊 13款12年上牌的宝马X45 它现在的行情是多少 它现在的行情 拍着拍着 你给我打断了弟弟 这破烂开它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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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别耽误拍视频 赶紧的赶紧的 三元都没了 直通了吧 接着给你们讲啊 这台车 现在二手的一个行情是多少呢 16左右 就是正常车况 十几万公里 二十来万公里左右的 这个版本呢 然后这台车 哪哪都好 唯一一点不好在哪里呢 就是机盖椰子板大灯都换过 水箱没换 这就是有换件 你要说它是前嘴一套 它也不算前嘴一套 水箱没动 防装梁也没动 只不过就是前面有椎尾 覆盖件全部更换了 这就是影响它的一个二手的行情 二手的价格 正常来讲 这台车 能卖到二十多亏 可能二十二三亏 二十三四亏都有可能 就以这个公里数 但是这台车前面全部更换件之后 它就过不了二十 也就十九多一个卖项 然后这么一台车 我们二手车贩子 必须得安排一捆以上的利润 才能让我们吃饱喝足 才能让我挣得脑满肠肥啊 你都是觉得二手车贩子黑啊 其实 哎 看你们怎么想 我们是徒财 但是我们不害命 该挣的钱挣 该报的车况给你报 说的清清楚楚 你觉得行你就买 你觉得不行 你觉得贵 你再出去看看 这个东西没有强买强卖 我卖的舒服 你买的得劲 你开着好 我还挣到钱了 这才是满满等等 要不然 我天天张口闭口说 这车赔钱卖给你 你是刚开始心里得劲的 但是你后来 你喜事过来味之后 你觉得我这是个骗子 那还不如有啥说啥 我该挣你钱挣你钱 我不会做赔钱的买卖 我只不过就是徒财 但我不害命 我很诚实 有事故 有换件 我都告诉你车况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我也不夸他好 你就像这台车 十年车零 你别看他公里数少 但是他的易损件 你像胶套之类的 他随着年限的增长 他都会老化 所以说这台车 你别看公里数少 底盘件回来之后 又整备了一下 然后其他地方呢 就是洗洗 泡泡光 做一套脚垫 这台车的原车脚垫没了 来的时候就这样 做一套脚垫 然后打打蜡 就可以上架 安排了 最后给你们总结一下 兄弟们 这种二手车啊 你要是没实力 咱就别玩 毕竟公里数少 但也年限 可这摆了 肯定是后期维护成本比 同价位的 新车 或者是近几年的日系车 它的维修成本高 然后呢 这年限的宝马系列车 如果是你想入手六缸的 我建议你们挑N5的机头下手 为啥呢 因为N5匹配的都是八速的变速器 你就像那个宝马X6 他也同理挑N55啊 兄弟们 他是八速变速器 开起来更顺滑 然后现在油价 你们应该知道咋回事了 油价 这个油价 六缸车 没钱 你要是加不起油 咱就不要考虑这种六缸车型 老老实实的 省油的卡罗拉飞度 带带步 这种六缸车 现在脑瓜子让你嗡嗡的那个油耗 你一到加油站 你说一句满香油 给我加满 90多层大油价 兄弟们 那加油员 都觉得你肯定是千万富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 明天见 拜拜 兄弟们